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圆热时公主喜欢靠在凉爽的颈边 她还会拿出一个金球在手里抛上抛下 这是她最喜欢的游戏 有一天金球掉进了身 不见底的颈女 小公主大哭起来 您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 一个声音传来 公主一看 原来是知青蛙 我的金球掉到井里去了 我能帮您 只要您能和我一起玩游戏 一起用餐 还让我训您的小船 公主一口答应了 青蛙 青蛙跳进井里 很快就前回了金球 公主兴起的检起 球就走了 中午 青蛙在城把外交换 公主只得把发生的一切告诉国王 希望国王能把青蛙赶走 国王严肃地说 说话要算话 公主很不情愿地开了门 还和青蛙一起用餐 吃完饭 青蛙又说 我们去你的小床上睡觉吧 来到卧室 愤怒的公主一把抓起青蛙 使劲朝墙上摔去 谁知青蛙变成了一位 英俊的王子 原来他被巫婆施了魔法 现在魔法终于剪除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